桃園市政府开办的免费巴士进站 乘客缓缓上车 仔细一看巴士上的乘客只有两名 应该假日才会坐这种车 因为我们有时候来这边 然后再坐免费公车回家 还好耶 不很多 没有什么 近年来桃園市驱公车 运量大幅提升 反观免费巴士却成效不张 不仅营运成本高 搭乘率也偏低 因此桃園市长郑文灿 要求交通局针对路线调整 提升达成效益 目前预估在大西复兴地区事办 将中型巴士转型为 预约轿车的小黄公车 陶渊市长郑文灿强调 希望能够符合当地居民的需求 不过目前以计程车取代 巴士的方案仍在研议当中 实际上路以及事办日期尚未确定 原事新闻热时许交融 桃園市桃園复兴采访报导 中型巴士的方案仍在研议当中 中型巴士的方案仍在研议当中